张汉有了鼓励那扎,国民小花旦郑爽也没闲着,一直有传郑爽和胡彦斌相连,还被指到胡彦斌家送快递,开门的却是郑爽,两人疑似已同居。 虽然两人从未公开承认,不过今日有媒体爆出两人的亲密照,将两人的恋情公之于众。 照片中可见胡彦斌见过郑爽的父母,并一起用餐,结束后的第二天,两人还在一起相拥亲吻,动作相当大胆。 郑爽还甜蜜地睡在了胡彦斌的臂碗里。 如果你认为郑爽失去了初恋张汉,找到了第二任男友胡彦斌,你就错了,因为张汉并不是郑爽的初恋。 早前微博爆料号长腿胡康曾在微博上晒出一张郑爽与男子的青色照,并称该男子为郑爽的初恋男友。 在爆料号称,多人以为张汉是郑爽的初恋,其实郑爽真正的初恋是17岁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生, 后来郑爽进入一类圈后分手了,两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。 当时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,郑爽从来没有说过张汉是初恋。 郑爽在一些访谈中说过张汉是他的第二任,照此说法,冲其量胡彦斌只能是郑爽的第三任男友。